哈囉 大家好 我是迪花 今天要分析的是 大媽海鸞產黨他們要去哪裡 找黑霧者海鸞報仇 對抗世界政府 加入十字公會 破200站50個留言就會馬上更新下一支影片 現在大媽海鸞的產黨 可以說是非常尷尬的狀態 因為基本上他們的劇情是一定有資格有一席之地的 但是現在支線劇情過多 所以沒有給他們畫面 為什麼會說他們一定有劇情呢? 因為他們是比那些被打敗的海鸞來得更重要 像是凱多海鸞長檔 King 奎英這兩個都在之後被綠牛打敗 而且他們後面也沒有有相關的劇情 所以他們會再次出場嗎? 機率比較低 還有白屋子海鸞長檔 也被黑屋子海鸞打敗過 後面也只有馬爾科比較有戲份而已 所以出現機率也不高 而我們要講的大媽海鸞長檔 就很不一樣 有很多人都沒有被打敗過 然後他們的劇情還有戲份 戲份是來自哪裡呢? 那就是布林被親自綁走了 所以他們哪天說要去救布林一點都不意外吧? 而且塔爾庫莉與魯夫是有特別羈絆的 只要與魯夫有激亂的人 然後沒有被徹底打敗 再出現都是很正常 今天就來分析大媽海鸞長檔之後可能有的劇情 首先就是剛剛說的 他們會去救布林 這是最基本的答案 因為他們現在的老大就是塔爾庫莉 塔爾庫莉給人的人設如果不去救同伴也太奇怪了 而且在布林被綁架的肥葉中 布林手上就有類似生命卡東西飛出去了 有點像給團隊偷打暗號的感覺 還有之前就有肥葉4 黑骨子海鸞闖入蛋糕島的伏筆 如果他們真的要去救布林的話 就高機率會跟海軍合作到 因為卡普也在黑團手上 雖然大媽團去打黑團這個劇情是非常合理的 因為自己人被綁不去救也太奇怪了 但是就是想不太到這個劇情 意思是如果他們去的話 全部都會被黑團秒嗎 黑團現在劇情實力太強了 在打紅髮團之前他們是不可能輸的 所以如果大媽海團現在馬上出現在黑團面前 那麼一定就是劇情升級包 但現在黑團升級包已經吃很多了 再多吃一個意義不大 所以只能說這個推測雖然合理 但是就要看維天的劇情安排有沒有想要放這段 第一 vs黑屋子 再來就是他們會在最後出現 何謂最後呢 意思就是打世界政府的時候出現 就很像火影忍者忍者聯軍一樣 要扳倒最後的大魔王 就是要全部的一起上 這個論點也是草帽大團團真正創立的原因吧 如果大媽團真的要這樣出現的話 那麼剛剛說的白屋子團也有機會這樣出現 我覺得這確實就是那些 無劇情可演的人最後的歸屬 第二 vs世界政府 再來就是其實大媽團有一個非常適合的地方 那就是十字公會 十字公會目前是收一些劇情無路可歸的人物 而蛋糕島的各位都符合無劇情可走的這條件 但是他們就少了比較明確的動機會加入 像是他們沒有七五海 只是看上去合理就是了 但如果他們真的加入的話 十字公會實力基本上超越所有四皇 畢竟還有羅、蛇姬、明哥、白屋子、二世這些可能會加入的人 所以大媽團有機會加入 但是沒有到太高 第三加入十字公會 以上就是大媽團長檔可能會做的事情了 大家覺得哪最有可能 或者是我少講的哪個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今天的分析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掰掰